欢迎收看今日的亚洲财经新闻 Katelpa Resources今天表示 公司位于西澳的Athna May金矿项目 拥有地下高品位初始推断资源量66万吨 其中含黄金19.5万昂斯 金品位为每吨9.1克 这使得公司目前的黄金资源总量达到了217.5万昂斯 该公司目前正在一块600平方米的靶区内进行钻探 预计很快将能够把推断资源量升级为指示资源类别 Range Rivergold表示 公司在西澳的Montmorgans项目 界定出了更多高品位矿化 近期钻域了包括长5米 金品位为每吨20.8克的矿体 以及长3米 金品位为每吨75.8克的矿体 钻探结果表明 项目具有低风险低成本的潜力 目前项目的资源初始目标为150万昂斯黄金 公司预计在5年内达到年产10万昂斯黄金的生产率 Eastern Iron表示 公司已完成了在昆士南中部的 Hawkwood铁帆项目的冶金测试工作 结果显示 铁金矿的铁含量极高 达到了63.6%到67% 且杂质含量低 该公司在未来数月内进行一次短期的金刚石取芯钻探作业 取得的样品将用于进一步的冶金测试 并协助规划下一阶段的钻探工作 Blackthorn Resources今天公布 公司与Glencore International签订了位于布基纳法所的新项目的合资协议 协议自2010年11月22日起生效 Glencore将出资8000万澳元完成项目施工 并获得项目50.1%的股份 而Blackthorn Resources和布基纳法所政府将分别保留项目的39.9%和10%的股份 Glencore还将管理并经营这一预期矿山寿命为9.5年的项目 以上新闻由ABN Newswire莫尼卡扬为您播报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